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这是个问题,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理智与狂热,谁能主宰 心火炽热,难以自制 二,幸福的模样,何以描绘 心中所想,各有千秋 三,生死之谜,谁能揭晓 人生无常,如梦一场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理智与狂热 谁能主宰,心火炽热,难以自制 哎呀,这个问题可真是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 文学家,心理学家 甚至是恋爱专家都绞尽脑汁 想要解答的千古难题呀 理智与狂热,这两位在人类心灵舞台上的主演 一直以来都在上演住他们的拉锯戏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理智 理智就像是那位总是穿着整齐 眼镜亮晶晶的教授 他告诉你要按部就班 要计划未来,要考虑后果 理智是那种会在你想吃第三块巧克力蛋糕时 琴刻一声提醒你嗨嗨 记得你的腰围哦的存在 然后是狂热 狂热就像是那位总是一头乱发 眼中闪着光的艺术家 他鼓励你,追随你的激情 不顾一切地投入到爱情 艺术或者是一场冒险中 狂热是那种在你犹豫 是否该给暗恋对象发信息时 拍住你的备数来吧 勇敢一点 爱就是要大声说出来 我的朋友 这两位角色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争斗 有时理智占上风 让我们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有时狂热占据主导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色彩和刺激 举个例子 想想那些伟大的发明家 如果他们只听从理智的话 我们现在可能还在用蜡烛照明呢 但是 如果没有理智的节制 那些狂热的科学实验 可能会让实验室爆炸 而不是创造出新的发明 在爱情的领域里 这场戏更是精彩 理智告诉你 那个帅气的坏小子 或者那个风情万众的美人 可能不是最适合你的选择 但狂热却在一旁吹出小喇叭 让你的心跳加速 让你忘记了所有的但是和如果 所以 理智与狂热谁能主宰 答案是 这取决于情境 取决于你 有时候 我们需要理智来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有时候 我们需要狂热来让生活变得精彩 最重要的是学会平衡 就像是在烹饪食调配盐和糖一样 太多或太少 都会影响菜肴的味道 最后 不管是理智还是狂热 都是我们内心的一部分 学会与他们和谐共处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既安全又精彩 就像是在热闹的派对中 理智是那位时刻提醒你别喝太多的朋友 而狂热则是那位拉住你跳到舞池中央的伙伴 两者缺一不可 共同编织出人生的丰富多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幸福的模样 何以描绘 心中所想 各有千秋 幸福啊 那可是自古以来哲学家 诗人 艺术家乃至于现代心理学家们 争相描绘的一幅抽象画 每个人心中的幸福画作 都有着不同的色彩和风格 就像是一场缤纷的化妆舞会 每个人都戴住自己独特的面具 跳出自己的舞步 想象一下 如果幸福是一幅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可能绘画上一个正在实践美德的人 因为他认为幸福就是通过实践美德 来达到灵魂的卓越 而东方的老子可能会描绘 一片无畏而至的宁静山水 强调顺其自然 无求余外的内在平和 跳到文艺复兴时期 达文西可能绘画出 一个拥有黄金比例的完美人体 象征住人类智慧和美的和谐 而浪漫主义的画家则 可能描绘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 共撑一把伞 因为对他们来说 幸福就是爱情中的激情与奉献 现代心理学家 可能会用一系列的数据图表来 描绘幸福 比如正向情绪 参与感 人际关系 意义和成就 perma模型 这些都是幸福的关键成分 但是 如果让我来描绘幸福 我可能会画一个人 坐在图书馆的角落 手中拿住一本书 脸上霧出微笑 因为对于我这样一位教授来说 知识的探索和分享 就是一种无上的幸福 当然 幸福的模样千差万别 有人追求名利地位 有人寻找心灵的宁静 有人享受家庭的温馨 有人沉醉与爱情的甜蜜 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演绘 每个人都在寻找 属于自己的那一杯美酒 所以 幸福的模样 何以描绘 心中所想 各有千秋 这就是幸福的奥秘 它不是一幅早已完成的画作 而是一个永远在进行中的创作过程 每个人都是自己幸福的画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生死之谜 谁能揭晓 人生无常 如梦一场 各位听众 学生 网友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自古至今 都让人类就皆不已的话题 生死之谜 这个话题重量极到 我们的祖先 在洞穴里画壁画时 就已经在思考了 当然 他们可能只是 在想晚餐后的娱乐活动 但我们可以肯定 生死问题 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生死之谜 这个谜题 比任何侦探小说的情节 都要复杂 因为直到现在 没有人能够从死亡的那一段 回来告诉我们那里 到底有什么 当然 有些人声称 他们有过临死经验 但这些通常都是在医院里发生的 而不是在古埃及金字塔里 所以 我们还是无法确定 死后世界的真实性 接着是人生无常 这个道理 就像是 你在超市里买到的 那袋开心果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颗是完美的 还是空壳的 人生充满了意外和变化 有时候 你觉得自己掌控了一切 结果下一秒 就被生活给 狠狠地打了一个巴掌 这就是无常 这就是生活 而我们只能学会接受它 最后 如梦一场 这个比喻用来形容人生 真是在贴切不过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一生 可能只是宇宙中的一场梦境 当然 如果这是一场梦 那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梦中的主角 而不是那个在梦中被忘记的配角 但不管怎样 当梦醒时 我们都会回到那个 大家都好奇缺 又畏惧的未知世界 所以 生死之谜 谁能揭晓 直到现在 答案还是个谜 但这也许是件好事 因为 如果我们知道了所有的答案 那人生可能就不会这么有趣了 就像是看电影前 已经知道了所有的剧情 那么整个观影过程 就失去了乐趣 在这个谜题上 我们都是学生 也都是教授 我们学习如何生活 如何面对死亡 如何在这场大梦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这 各位 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记得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但别忘了 他偶尔也会给出难以理解的诗题 那么 各位观众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理智与狂热 你们更倾向于哪一方呢 又如何理解幸福的模样 和生死之谜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